之前在车友论坛中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论题 就是当你准备花45万买一辆车的时候 你会选择什么样子的车 其实说到车子就真的很多了 因为对于45万的价格可以买一个很不错的车子 就BBA中的品牌汽车也有很多的选择 而我身边刚好有一位朋友买了一辆图昂 那么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呢 45万的图王并不是最高配的 因为图王这款车高配版的价格还是很高的 那么针对这款中档次的图王 它仍然拥有最强大的动力系统 这台高端SUV配备2.0发动机 并匹配了双离合器变速箱 这是另一个奢侈品牌不敢尝试的路线 但是在图王身上尝试成功了 当你打开巨大的引擎盖时 也许你会不惊一笑 因为这台EA888 2.0T引擎看起来如此秀真 显然这发动机的调教非常的吃力 但实际驾驶体验仍然不错 自重较大使得这款车有些像小马拉大车一样 更是让消费者认为这样的发动机感到不值 毕竟图王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产品 或者说大众真的是为国内市场量身定做的 它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具有良好的视觉感 电源和底盘指标非常好 最后谈一下我的驾驶体验 图王并没有带来足够的德国车感受 特别是在与同一级别对抗的过程中 图王底盘太松散 当然这是在相同级别模型中经过比较才发现的问题 车型过大而发动机的动力显然是跟不上的 最后觉得在性能上仍然是存在欠缺 说到最大的优势 或者是说到它在吸引消费者的独到之处 就是足够大的后备空间吧 感谢观看